扁在贵州话里就是屎的意思 那羊扁汤 这也是当地的其中一个黑暗料理 两板羊鞋 我的天 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菜 折耳根炒辣肉 少来一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谭老妞 来贵州两天了 村超也看了 牛扁也吃了 但是又有粉丝给我推荐了 当地的一种黑暗料理 叫羊扁 像这种黑暗料理 我怎么能错过呢 现在带你们见识一下 羊扁的吃法 还听说他们这边的羊扁是 塔石羊 塔石 塔石 人家还没开门呢 对 看村超 你们这边现在村超太火了 我看门口有那个什么 生扁是什么意思 生扁你们不能吃啊 为什么 为什么生扁我不能吃 肉你吃不惯 肉也是生的 汤也是生的 哪儿啊 我没看到吗 没有啊 那有点可惜 我想尝试一下 那我都不敢吃了 你都不敢吃 我想吃 我想尝一下试试 那我就要一个汤扁羊肉 90一斤 那你来一斤 凉拌羊血 我听说了很黑暗 来一份试试 挺想点它那个生扁 刚才老板跟我讲了 它是生的扁 然后生的羊肉 就直接这样吃 老板说他都不敢吃 其实我挺想挑战一下的 可惜没有 我看一下明天后天我去找一下 看有没有卖那种生别的挑战一下 现在荣江外地人占了一半 巨部完全统计 整个荣江也就三十几万人 外地人现在又多了三十几万人 太夸张了 他们本地人很热情 他们说本地人他们都会留给我们外地人去 因为球场小 就是容纳不下太多的游客去看球 所以就所有的位置几乎都留给我们外地人 真的是 这一点做的特别棒 给荣江的政府点赞 这个就是凉拌羊血 哦 然后这个是折耳根炒腊肉 哎呦我的天哪 能吃得下去吗 哈哈 羊肉呢 马上来 马上来 哦不是在这个汤里的是吧 不是 哦明白了 好 兄弟们这个就是当地的特色菜啊 折耳根炒腊肉 这个腊肉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吃的习惯 这一份还挺大 三十六块 这也是当地的其中一个黑暗料理啊 凉拌羊血 我的天 而且是生羊血 这个色泽看起来还是很有食欲的 辣辣的感觉 这是加了九十块钱一斤的牛肉啊 里面各种羊肉 而且这个羊肉是生的 这个味道已经出来了 有点无法言语 就是生饼肠有不好的人受不了 像我这种铁味应该是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是吧 但是我特别想吃 特别想吃 但是没有 你说咋整 冰凉的 哦是冰的呀 对 哦我懂了 我懂了 对 行我尝一下 挑战一下 嗯 什么感觉 那个草的味道好浓啊 对对对 就是有点中草药的味道 对对 凉吃的也好 那个凉吃的不一样 不一样啊 对 今天第一个羊饼是我自个儿吃了 但是这个第二口 一定要敬给你们 我好好好 哦 哎妈 它这个味道就是跟那个牛饼 是完完全全两个概念 而且我听说羊吃东西它很挑 它只吃那种嫩叶 我还听说啊 它这个是进入大肠 最后一道小肠里的美食 就如果我挨一点八的话 等等可能就进大肠里呢 就不是瘪了 是屎了 不行 第一口必须给你们 第二口我再来吃 有点像吃那个凉粉 就一点那种羊山味啊 或者是腥味 一点都没有 里面还有好多折耳根啊 小米辣香菜 特别好吃 这个一看就是那种农家的小腊肉啊 而且是晶莹剔透 能看得出来吗 我来之前想着 吃羊饼啊 或者是吃羊驴 或者是折耳根 如果不好吃的话 我一定要告诉你们 但是没办法 能吃得出来 它是真的很好吃 巨多的折耳根 加上这个腊肉 兄弟们我觉得 吃羊肉也很配白酒 少来一点 有句话怎么说 叫醍醐灌顶 我觉得吃羊饼很适合这个字 来兄弟们 吃羊饼 敬你们一杯 如果你们有机会来荣江 看村超 一定要牛扁羊扁 一个都不能少 特别是那个凉拌羊血 巨好吃 真正好 谢谢大家